一百五十五,山高路远狭路不通,谢连踏住满地珠红碎穷,缓缓走来,看到花城尖头沾了一点花红,本想顺手帮他扶了,却忽然醒悟这动作太过亲密,抢心按捺,把手背到身后,笑道,我竟不知,你除了能带来邪语,还能降临飞花,有趣,有趣,花城也向他走进,随手扶了尖头的花瓣,也笑道,这个是急性发挥, 今日才创出的新招,原本是惯例要来一场邪语的,只是突然想到哥哥也在,若是临住了,岂不怪我,乌是悬崖勒马,化成了花,有趣就好,然而,谢连是莫临住,裴明确实临了个正住,他在空中道,劳驾,两位,先放我下来,行啊,几只银蝶扑斥而上,闪住灵光的翅膀划破网格,裴明这才得以逃脱,稳稳落地, 谢连低头,现灵文背上蝴蝶骨中心触气吸住一只银蝶,道,三郎,灵文和锦衣仙都无碍吧,花城道,无碍,我让他们一起暂时休眠了,谢连起道,这锦衣仙如此狂暴,你倒是制服得快,花城挑眉道,还好,不知为何,他似乎不怎么想跟我打, 陈寅片刻,谢连道,越来也是,之前你穿他再身,他也莫能拿你怎么样,而且还现行了,这时,裴明走了过来,道,二位,回头再聊,不先急他脱了这衣服吗? 谢连道,这,不太方便吧,裴明却不以为意,他现在可是男校,有什么不方便的,月柱就动起手来,然而,他刚把手伸到灵文灵口,就庞扶背什么东西,狠狠扎了一把,脸色大便,猛地抽回,买手湿血,道,这衣服,居然会咬人,花城这才悠悠地道, 锦衣先不肯放过灵文,脱不下来的,裴明看住两只鲜血淋漓的手,道,再有这种事情,鬼王阁下能不能早点月,谢连温声道,裴将军,不是他莫早点月,是你动手太快啊,花城西西地道,就是这样,尽管身残,依旧之间,三人要原路返回去,得有一个人扛住男校的灵文,裴明环视主动负担起了这一责任,裴素和半月环留在园上, 全新的小镇上,一行人会合于那乌庸神殿附近,一线他们回来,裴素便大步迎上来,道,枪军太,子殿下,那神,殿里的,壁画,消失了,裴明一手扛住灵文,一手把血淋漓的头发往后抹上去,道,什么壁画,现裴明一身都是紫红之色,半月睁大了眼睛,谢连渐善跟裴明愿了两句,便跟住裴素回神殿查看,果然, 原先那面墙壁已经和其他三面被火焚烧过后的焦黑墙壁,便得一模一样了,彭扶从来莫存在过什么壁画一样,花城把手从墙上拿下,道,那壁画是以法术做出来的,谢连点头,道,也许,留下他的人也有顾虑,不敢让他存在太久,那边,半月迟疑许久, 还是对周深紫红的裴明道,你,默示吧,裴明看他一眼,吓唬道,你问问你的蛇,把我咬成这样,有事默有,裴素张了张口,不确定是不是该跃几句公道话,半月的眼睛睁得更大了,念如珠便解道,可是,被歇尾蛇咬了一口,不会扩散到全身变成这样的,裴明举起带牙印的左手, 在他面前晃了晃,证明自己的却是被咬了,铁证如山,半月只好道,对不起,裴素看不下去了,拍了拍他的肩,道,不,要,在意,不是你的,蛇咬的,谢连也看不下去了,无奈地道,裴将军,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戏弄小姑娘,都这个时候了,然而,裴明的生命之源就在屋次,他以法力洗净了身上血污, 又是一脸容光焕发,哈哈笑道,小姑娘起飞就是要拿来戏弄的,况且半月国师都几百岁了,算什么小姑娘,你还怕他害臊吗,众人都不想理他了,虽然裴素的断句末好,但行动已能自如,接过了康林文的人物,一行人走过这座小镇,继续向铜炉山的下一层出发,一天后,众人来到了一座小峡谷,峡谷两宅都是巍峨的高山, 尖石峭壁,中间是一条山道,走到这里,灵文踩中屋昏昏沉沉的醒了,虽然醒了,却依然动弹不得,因为那只银蝶环是牢牢气息在他背上,灵文发现自己被扛在一人肩头也面不改色,只迷惑道, 为什么这么多人,你们怎么都来了,这里不是铜炉山吗,裴鸣道,这就多了,告诉你, 待会迷人更多,还有你墨仙道的,可以错几桌打牌了,谢怜也深有同感,忍惊不禁,顿了顿,道, 对了,灵文,之前在蒲济关,齐英是追逐你去的,他现在在哪泥,灵文道,不知,进了铜炉山后, 涌来太多非人之物,齐英殿下追丢了,眼下我也不知他身在何处, 裴鸣对灵文叹道,你居然莫告诉我出走,虚离国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是你, 太不厚道了,谢怜这才想起,裴鸣也是虚离国人,不过,他似乎已经对虚离国莫什么感情了, 毕竟他只是枪军,不是国主,而且飞升之前还被国主坑了一把, 因此话语里并莫什么悲愤感慨,调侃居多,不过谢怜担心过多谈论,虚离国会激怒简一先, 环氏迅速转了话题,回头问道,三郎,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, 进入峡谷后,花城一直在宁神观察两摘高山,道,问来,谢怜道, 铜炉山的铜炉到底是什么东西,目非真的就是一口大炉子, 花城笑了笑,收回目光,道,当然不是,不过,哥哥问得巧, 他举手指道,刚好,眼下能看见他了,众人顺住他指引的方向望去, 一时之间,不由自主都停住了脚步,谢怜道, 那就是,铜炉,花城抱住手臂,道,不错, 他漆黑的眼底,映出了极远极远之处的一座大山, 远在天边,高在天下,凌驾于群峰之上, 呈深沉的苍蓝之色,山之巅峰被云海天缝缭绕, 硬硬还能看到一层积血,庞扶终年不化的冰原, 花城缓缓地道,铜炉是一座活火山,也是整个铜炉山的中心, 鬼王出世之时,便是他苏醒之时,谢怜道,火山爆发, 花城道,是,所以,绝境鬼王,都是伴随着烈焰, 岩降和毁天灭地地在挪出世的, 想象住那令人双目发红的炙热画面, 谢怜微微出了神,陪宁道,太远了, 照这个速度走下去,不算中途和群鬼厮杀的时间, 也要花很长时间,谢怜点头,道, 所以历代开山厮杀,都犹如一场坚挪的分娩, 花城笑道,哥哥这个比喻,尿得很, 月完,忽然停步,道,到了,谢怜愕然,这么快, 花城道,到了,不过,不是道铜炉了, 是道乌庸神官了,果然,前方峡谷的中央, 出现了一座歪歪扭扭的高达公关, 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二座乌庸神官, 谢怜几乎忍不住想揉揉眼睛了, 一道,这座神官是真的吗,不能怪他如此, 事实上,几乎所有人都在怀疑这座神殿是不是真的, 因为,他出现的实在是太突兀了, 他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, 有谁先过在并不宽敞的峡谷山道里见公关庙宇的, 这是什么狗屎缝水, 就算想不开,非要见在这种地方, 起码也应该靠一边见, 可是,偏偏这座乌用神殿, 大大咧咧地见在了峡谷通道的正中间, 犹如一个无脑的小霸王, 直接堵住了过峡谷的道路, 裴鸣沉声道,反常必有妖, 大家当心,林文泽在裴宿间上, 勉力抬头道, 诸位,如果你们不想进入他里面低话, 其实可以飞牙走逼过去, 谢灵却道, 不,我们的进去, 看有莫有壁画, 花城道, 哥哥放心, 想看就去看, 莫什么大不了的, 他这么一跃, 众人全都莫名其妙安了心, 一行人缓不靠近, 一直走到那神殿前, 都没出现什么异常, 迈过关门, 进入大殿, 果然, 这里神殿的墙壁, 也是大火焚烧过后的漆黑颜色, 轻轻一抠, 和上一座神殿一样, 也掉下来一小块硬硬的碎片, 谢灵先开始一直十分警惕, 至此, 似乎并无暗中潜伏住的东西, 稍稍安心, 巫视, 道, 动手吧, 不多时, 墙壁上的焦黑保护层, 被一点一点除掉, 露出了后面的壁画, 谢灵和花城一起细细研究起来, 这一座神殿里的壁画内容, 和上一座的完全不一样, 它们是从最上层看起的, 画面上方, 一个白衣少年正坐在一张玉榻上, 眉目清俊, 正是那乌庸太子, 他双目紧闭, 看姿势, 似乎正在打坐冥想, 然而, 并不安, 稳, 这位太子殿下眉头紧簇, 额头似乎环流下了几滴冷汗, 一旁围住四个人物, 脸上神情皆忧心忡忡, 正是上一幅壁画里位列太子之下的四位护发天神, 它们的荣发服饰, 都和上一幅壁画一模一样, 继续往下看, 保护层环在缓缓脱落中, 尚未出镜, 谢灵看到了一片乱糟糟的红色, 微微醋眉, 道, 奇怪, 他伸出手轻轻触碰墙壁, 一道, 这一片壁画是保存的不好吗? 虽然看不清具体画的事实嘛, 但能看现, 这一片的线条和颜色, 都是模糊的, 朦胧的, 庞扶龙罩了一层青烟, 虚化了一般, 可是, 这壁画是竖法所画, 又怎么会如真正的壁画一般保存不完好? 花城也在凝神细看, 猝了眉, 道, 再等等, 二人对视一眼, 而等到焦黑硬木退进, 画面完整后, 他们退了几步, 并肩再看, 当前途映入眼帘后, 谢灵呼吸微微一致, 突然一阵头皮发麻, 他证然道, 这是, 狄狱吗?